劏房安全問題引起各界關注 當中首當其衝的是一群新來港人士 來香港定居6年 30多歲的阿珍 和老公以及三個兒子 五個人窩居在深水埗 一棟堂樓1.150呎的劏房單位內 三個兒子要一起睡在滾腳床上 其中一個兒子有過度活躍症 但這麼窄的環境 根本不足以他活動來發洩情緒 兩個兒子在家玩的時候 又影響大兒子讀書 所以令大兒子很少留在家裡 自從去年碼頭圍到劏房火災之後 阿珍也很擔心劏房的安全問題 他說走火通道經常被雜物阻塞 如果遇上火警真是大件事 但他坦然老公做三行散工 每個月只得近萬元的收入 迫不得已要租住劏房 雖然輪候公屋已經6年 但仍未上樓 他埋怨曾蔭權上任這麼久 他們就受苦這麼久 則問他做過些什麼 受害的新移民不僅僅是阿珍 協助新來港婦女的同根社 在今年2月至5月期間 訪問了208個新來港婦女 發現當中七成二的人 現在都住在劏房、板間房又或者天台屋 六成一的人居住面積不夠200呎 而半數的受訪人士都是來自3、4人的家庭 有學者就建議政府應該重新檢視現在的房屋政策 輕建多些公屋解決住屋問題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